都在说51岁的林友慧配不上37岁的肖敬腾 可看了林友慧的履历才发现 明显是肖敬腾高攀了他 毕业于纽约理工大学 曾经做过导播 执行制作助理 演唱会行政 林友慧从底层端茶倒水做起 一步步成为圈内的金牌经纪人 把F4从默默无闻打造成亚洲天王 也策划过张慧妹默文威的演唱会 34岁成立自己的经纪公司 能力手腕和人脉资源都是顶级 却唯独在肖敬腾这里忍不住心疼 刚成年的肖敬腾就出来打工做酒吧助唱 参加选秀拿到名次 让林友慧看到了他身上的才华和潜力 却没想到他是个不会与人打交道 甚至连房子也不会租的小可怜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竟然打给你 怎么办他在哭 那我先哄他好了 他没地方住 我就去帮他找房子 此后他就成了肖敬腾唯一的经纪人 林友慧事无巨细 全心支持肖敬腾的音乐事业 而肖敬腾则是将名下的资产都交由林友慧打理 几年内仅是投资房产就涨了50% 他把肖敬腾从一无所有的酒吧助唱 打造成为身价过亿的天王巨星 可以说没有林友慧就没有今天的肖敬腾 而两人也在互相陪伴中慢慢产生感情 比肖敬腾大14岁的林友慧不是没有顾虑 他怕肖敬腾上20岁就认识他 和外界接触不够多才把他当成唯一 所以鼓励肖敬腾去认识更多的朋友 但看到10年时间里 肖敬腾满心满眼都是他 两人才真正开始热恋 没有任何的年龄上面的问题 我只有怪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早出生 你等我会不会等太久 而为了肖敬腾的事业 林友慧一直不允许他公布恋情 我二十几岁就跟他说了 我想公开我们已经的事情 但他就一直拒绝我 我就一年一年地再等等等等 直到林友慧49岁的最后一天 肖敬腾无法再等下去 终于公开向他求婚 可以嫁给我吗 因为他给自己定下的期限 是不要让林友慧50岁时还是一个人 我想让大家知道 他不是一个人 他早就不是一个人 一个女人用了16年时间陪他长大 肖敬腾又怎么会不懂他的委屈 你为我受了好多委屈 我要弥补过以前 大家看不到我对你的爱 从今天开始 我要用力用我一身去爱 所以求婚后 肖敬腾各种高调是爱 我太爱他了 真的太爱他了 把社交平台主页签名 写了17遍我爱林友慧 在他生日时包下大瓶给他庆生 随处都是爱的告白 即使在这段感情中 无数次被外界嘲讽打击 但他们依然坚定地向所有人 大声宣告他们的爱 我这辈子一定会做更多好事 因为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在一起 我相信 我们一定是命中主的 是命共同体 林友慧我爱你 真的永远会被真知的爱情感动 你们一定要永远在一起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